第一章分手三年 在重逢时 他依旧是那个张扬四翼的大少爷 而我已沦为十八线小胡咖 他把我抵在车门上 嗓音低沉 而又涉人心魄 江源 你跟着我 我捧你 依依 我没想到会再见十言 那场酒会是经纪人安排的 用单解的话说 打扮得漂亮些 万一被哪个导演 或是投资人看上了 那我不就发达了 这样的酒会我以往是不会去的 唯有那天打破了惯例 为了这次特别的出席 我准备了精致的妆容 酒红色吊带礼服 头发微微烫成波浪卷 雪白的天鹅井上 红麻麻泛着暗光 清起的朱唇间 背齿微露 俊秀的卧蚕下 秋波荡荡 我本就容貌出众 这么一打扮 几乎化作了一粒行走的魅药 即使身处嘈杂的酒会中 我也努力保持着 和容貌相衬的端庄 多亏了我那迷倒众生的美貌 来给我倒酒的人 一刻也不曾见断 江小姐 情赏的脸吧 我并非不识食物 一连喝了好几杯 看来江小姐这几年过得不错嘛 月代嘲讽的熟悉嗓音 转头一看 果然 是石燕 她穿着休闲西装 正散漫地打亮我 身旁还有个女孩 挽着她的胳膊 女孩大概二十岁 长得倒是清纯 看来石燕换口味了 我愣了愣 但很快挤出了一抹笑 石先生说笑话 我一直都是老样子 美人在怀 相信石先生也没时间跟我叙旧 江源就先走了 我没给石燕说话的机会 快步走出了她的视线 哥 这就是嫂子吧 我走得急 没听见那姑娘的轻声细语 石燕是我前男友 我们大学就在一起了 共同度过了三四年吧 三年前我一脚踹了她 自此 我们再没想到 今晚真的倒大没了 才会遇见她 经过这次以外的相遇后 我一整晚都有意躲着她 说到底 我根本不想碰见石燕 我游走于各个导演 与投资商之间 讨好的叫着王导 李导 张总 偶尔被某位导演看上了 便跟她攀谈几句 但我江源 秉持的是 卖一不卖身 每当有男人递给我方卡 或是对我动手动脚时 我总会冷笑着远离 酒会一直到凌晨两点才结束 这趟算是白来了 不光没迁到什么好的本分 还喝了十几杯酒 胃中时不时翻江倒海 凌晨不好打车 正当我发愁怎么回家时 一辆宝蓝色的超跑 缓缓停在了大厅门口 车窗缓缓摇下 试实验 上车 她盯着前车窗 冷冷地吐出这两个字 呦 十大少爷还有闲心送我呢 我朝车里瞥了几眼 没人 那个姑娘呢 你不送她跑来 送前女友算是怎么回事 实验听出了我语气中的潮梦 转头看向了我 那是我妹 许是炮露 她又添了句 亲妹妹 我实在耐不住刺骨的寒风 还是上了她的车 零下十几度的天气 车里开了暖气 我还是止不住地发动 早知道多穿点了 实验看见我一直打哆嗦 默不作声 朝我丢过来一件西服外套 我倒也不客气 顺势披在了身上 酒意斜着疲惫 直冲脑 没几分钟 我就睡着了 隐隐约约我听见实验问我住在何处 但我连回答的力气也没了 怕冷也不知道多穿点 我突然感受到离地的心跳加速 大概是实验把我抱起来了 我睡得迷迷糊糊 一巴掌甩在她脸上 实验 放我下来 放我下来 我要回家 她非但没有把我放下 还抱得更紧吗 醉意再次上路 我很快失去了意识 二 透过窗帘的缝隙 阳光照在我的脸上 我翻了个身 迷迷糊糊睁开双眼 映入眼帘的 是实验那张帅气的睡眼 实验 等等 实验 她怎么会在这里 我手忙脚乱地坐了起来 瞪大眼睛又确认了一遍 真的是实验 实验 你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用力把她摇醒 大声质问道 不光在这里 居然还和我睡在一起 突然觉得一阵清凉 我低头看 雪白的皮肤 大片大片露在外面 我连忙拉起被子 把自己包裹好 实验 你你你 你流氓 我指着她 她却不紧不慢地 推回我的手指 江源 你看清楚 这是谁家 她的话点醒了我 我环顾四周 黑白墙面 落地大窗 单调且无聊 一看就是实验这种人喜欢的风格 我 我怎么会在你家 就算这是她家 但我江源也不能吃这鱼 嗯 气势不能输 谁知 她却轻飘飘给我来了剧 不知道 谁昨晚喝醉了 抱着我不要我走 脑海中的记忆 一点点重现 昨晚是我抱着实验 求她别走 我一下子涨红了脸 但还是不肯认输 你胡说 你 你信口雌黄 我只会一脚 把你踹开 像三年前那样吗 她这句话 像是攥住了我的声带 我的嘴唇孽如成 却没有发出一个阴姐 三年前 确实是我没有给她任何理由 便与她分了手 她平静地望着我 我觉得脸上发疼 只好默默低下了头 最后还是她主动打破了沉默 我先出去 你把衣服穿上 看着她走了出去 我轻轻松了口气 昨晚上的裙子是不能穿了 衣柜里有衣服 你自己拿 屋外传来实验的时候 我打开衣柜 里面居然真的有美人的衣服 是我三年前留下的 和她分手后 我没有带走这里的任何东西 我换上了一条黑色长裙 又披上了一件风衣外套 走出房门 实验在门口等我 走吧 送你回去 我怎么好意思再麻烦她 便故作冷淡地开了口 不用麻烦你 我经纪人会来接我 你确定你的公司会派车 来接一个十八线小的卡 实验的这句话 饱含着对我的潮流 我顿时发起火来 实验 你可以侮辱我 但不能侮辱我的事业 行 那江小姐 就慢慢等你的经纪人吧 说完她大不留心走了 气死我了 真的气死我了 人红是非多 人胡遭人才 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果然是经纪人丹姐 只不过 她多半是来 质问我为什么这个点 还没去公司的 喂 丹姐 我今天早上睡过头了 出乎我的意料 丹姐今天心情似乎格外的好 圆圆啊 没事 你现在在哪 我去接你 我心里三个大大的问号 丹姐向来是出了名的眼力 我迟到了一小时 居然还这么和蔼的跟我说话 而且还真的要来接我 这莫非是先礼后兵 等接到 我再把我骂个狗血流通 啊 啊 丹姐 我把我的位置发给你 三丹姐 您今天心情特好 上了车 我小心翼翼地问她 圆圆啊 你这是要转运了 丹姐 笑得合不拢嘴 刺着一口口子的白牙 我没弄明白 丹姐说的是什么意思 啊 我的眼睛里 带着清澈的愚蠢 今早上 张导给公司订了橄榄枝 点名要你去试镜新剧 她说 她很欣赏你 也看过你演的剧 觉得你是钱力的 此话一出 我也压麻呆住 也难怪丹姐这么高兴 这张导是业内大导演 还特别有眼光 善于挖掘新人 有几届影后 都是她捧出来的 但我演的戏 可谓是一言难尽 因为我胡 接到的都是一些烂门 丹姐开车速度很快 不多时 我们就到了试镜地点 张导已经在等我们了 她看起来六十岁左右 但身子骨很硬了 精神抖擞 张导您好 我是江源 我连忙走上前去打招呼 张导很适合哀泣 她笑呵呵回应我 你好你好 江小姐 久仰大名啊 张导 要不我们 先试戏 丹姐在一旁提醒到 哪里还需要试戏 江源小姐是我看中的 我看中的演员 都是潜力 张导 我觉得还是需要试一下 这样彼此心里都能安心 我怕不试镜 最后我的表现 会让老先生大跌眼镜 看我执意要先试一段 张导也就不再阻碍 我看了编剧拿给我的本子 电影名叫 归路 是关于一个花季少女 走上不归路 最后自杀的故事 剧情很老套 但感情深郁 最后 总之 试镜成功了 张导很满意我的眼睛 江小姐 下周三准时开机 助理递给我一份合同 我急忙看了钱 双手无助地颤抖 我这辈子接的戏 都没赚到过这么多钱 一千万啊 张导不愧是张导 丹姐 你说张导 怎么会拍这么老套的本子 这一点 我还是很不解 虽然说剧情转折很多 很有看点 但情节确实很老套 这是改编自张导女儿的真实故事 丹姐 是混迹娱乐圈的老人了 她知道的事情很多 可怜天下父母心 四镜组织后 我的生活变得充实起来 归路 官方微博官宣了 我作为女主角出演的消息 并放出了 我试镜的视频 我以为网上会对我骂声一片 毕竟我出道六年 主演的电视剧都是烂剧 胡咔一个 本料网上竟是一片期待 为有加明 这个小姐姐 我关注很久了 演技挺不错的 长得也漂亮 明媚大方 就是接的本子一直不好 圆圆扁扁 对对对 江源三年老粉作证 我姐眼睛很好的 雨碎 对 支持楼上 江源演粉 超喜欢她的脸 看来我江源 还是有粉丝基础在 我立马发了条微博 at汤圆的缘 谢谢大家 我会用心 演好每一个角色 争取为大家 带来更好的作品 我发誓 这辈子 我的微博 都没这么多人点赞过 镜组第一天 我认识了电影的女儿 好时扰 我看见她第一眼 就感到似曾相识 但想不起来 她是谁 你好 江源姐 我叫石绕 小姑娘 清纯可爱 又自信大方 十分地讨喜 你好 我和她握了手 没想到 小姑娘是个画廊 姐姐 我们见过的 我是石燕的妹妹 我们在酒会上见过 小姑娘一脸期待地望着我 哦 原来是她 看来石燕这个家伙 没有骗我 我微笑着对她点了点头 我记得你呢 今年多大了 今年十九了 她笑起来 让我感到如沐春风 那你好厉害 十九岁就能出演 张导演的作品 我都二十七了 这才踩了狗屎运 整个剧组算下来 实际年龄 比我年纪大的 也就软运父母的演员 还有那几个街边大演 我在心里暗想 幸好我保养得好 不然 站在这群小年轻中间 像个老阿姨 一辆家常轿车 停在了拍摄县程 从车上走下一个身材高挑 石总 编剧满脸堆笑 弯着腰向她打招呼 张导也忙去迎接 石总 车内下来的人是石燕 她穿着西装 显然刚从公司过来 不对 她来干什么 我脱口出 旁边的孙肖 压低了声音告诉我 江源姐你小声点 这是石总 电影最大的投资方 我看着站在人群中的实验 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哥 石敖风风火火跑过去迎接她 哥 你是专门来看我的吗 哥 石绕一脸期待盯着她哥 她哥却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嗯 石燕只是不嫌不淡回了局 石绕没有在意 哥 那你来晚了 今天我的戏份已经拍完了 只有江源姐和孙肖的戏份了 不过 你也可以看看江源姐 江源姐的演技也可好可好了 话都说到这份上 再不去打个招呼 就显得有些不实抬拳 我挺起胸脯 大步走上前去 石总好 我恭恭敬敬叫道 嗯 你好江小姐 她的语气带着疏离 我知道 这时候应该马里的离开 张导这时候也出来打人场了 小江 小孙 快来 下一场是你们俩的 抓紧再对对此 这场要拍的是 我和孙肖四分前的吻戏 卡 小江 你今天状态不对啊 怎么卡了 张导对我的表现感到不解 这部电影有很多场吻戏 之前的我从来没卡过 唯独这场已经卡了三次了 不是我不想好好演啊 从始至终 我都觉得 有道目光在死死盯着我 石研坐在椅子上 看着我和孙肖抱在一起 他的目光很是淡然 却令我感到不自在 我努力让自己进入状态 到最后 还是无济一时 算了 小江 你多调整一下状态 今天提前结束 这场我们明天再拍 张导也看出我今天怕是拍不好这场了 好 谢谢张导 无 今天的意外 让我很少呢 活了这么多年 才被天上掉下的线饼擦中 却偏偏在这个时候 状态不佳 我做了个深呼吸 准备去换衣间换衣服 经过拐角处时 突然被人捂着嘴 拽进了休息室 嗯 嗯 放开我 我拼命挣扎 但是无济于事 别动 是我 是石研 石研 你要干什么 我被他抵在休息室的墙上 他一只手抓住我的双手 另一只手扶我的腰 顺势往下滑 我无法挣脱 只好用双脚胡乱踢他 干什么 石研 你这是猥亵 他贴近我的耳朵 在我耳边低语 圆圆 你知不知道 今天的你有多漂亮 因为女主是学生 所以我穿了传统校服 裙子 直到膝盖上方 可能是我这副打扮 激起了石研脑海深处的什么东西 我和他是大二那年在一起的 再漂亮也与你无关 石研 我们已经分手了 我继续踹他 这句话 好似点醒他了 他没再对我动手动脚 哥 你在 石研和孙霄推开门 就看见我被石研压在墙上 石研一脸吃瓜的表情 而孙霄的脸上 竟是不可思议 石总 圆圆姐 你们 孙霄显然被惊住了 石研比他先反应过来 他眼疾手快捂住了孙霄的眼睛 哥 圆圆姐 我们什么也没看见 你们继续 他迅速拉着孙霄 离开了休息室 还贴心地把门带上了 我用力把石研推开 都怪你 我气鼓鼓盯着石研 对不起 江源 我太冲动了 石研也不好多说什么 刚才确实是他的错 我不再和他纠缠 迅速整理好弄乱的衣服 进了换衣间 我换好衣服后 静置回了自己的房间 我不知道怎么面对 石扰和孙霄 更重要的是 不知道怎么面对石研 太尴尬了 在这期间 石扰给我打过两个电话 让我下楼去 酒店一楼吃饭 你们先吃吧 我等会儿来 不用等我 我这会儿 实在不想和他们打交道 让只想自己静一静 东东 又有人来敲门 你们先吃 我话还没说完就被打断了 江源 是我 怎么又是石研 你 你什么事 我压抑着 砰砰跳动的心脏 故作轻松地问他 你能开一下门吗 石研的语气 很是小心 我打开门 石研的手上 拿着两个饭盒 我还没开口 他就很自觉地 走了进来 还拉着我的手 让我和他一起 坐在了地毯上 这是张导 让我给你打包的 他一边说 一边打开饭盒 糖醋里脊 和烤五花肉 都是我喜欢吃的 一看就是石研 特意给我点的菜 我坐下来大口大口吃 石研就这么盯着我 你慢点吃 他拿起纸 给我擦嘴边的油 我什么样子你没见过 我头也没抬 嚼着食物嘟囔道 是啊 我什么样子 石研没见过 江源 石研很少在 只有我们俩时 这么正宗叫我的名字 怎么了 我忙着吃饭 压根不想抬头理他 有心情的话 考虑一下和我复合行不行 少开这种恶劣的玩笑 我语气中 带着少许的笔 调起眉毛 斜视着实验 令我感到难以置信的事 他的目光出奇的真诚 但我还不打算 对他敞开怀抱 怎么了 看着我江源 要飞黄腾达了 准备抱我大腿 我开着玩笑 心里却无畏杂产 嗯 六 我和石研 本来是八竿子 打不着的两个人 我就读于 淮城大学电影学院 他和我在同一所学校 读金融 我的长相 说好听点 叫明媚张扬 说不好听 就叫妖 狐狸精脸 我依靠扎实的舞蹈功底 被电影学院录取 曾有幸在校庆上表演过舞蹈 自此便在学校出了名 喜欢我的人说我是自信大方 不喜欢我的人说我是狐妹子 石研 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她长得帅 家里又有钱 就像天之骄子一样的存在 我没想到 这种现实版小说 男主会喜欢我这种女生 小说男主不都喜欢乖乖女吗 他开始追我的时候 我整个人都是恍惚的 但后来我想通了 这样的少爷主动出击 也就是 就是图个新鲜感 我想着 不就是让他牵下手 陪他吃个饭吗 我应付过去不就行了 但实验不一样 他会每天早上来宿舍楼下等 就为了和我一起走那一小段相同的路程 他会记得我的喜好 会留意我爱看的电影的上映日期 也会带我吃我喜欢的路边摊 他会在下雨天送我回宿舍 会在放假的时候带我去兜风 实验对我太好了 在他追了我两个月后 我接受了他的告白 在一起后 他对我的态度和追求期间别无二致 甚至有人说他是田狗 但是令很多人不解的事 在我和实验相处一年后 我主动向他提了分手 并且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 在那段时间里 实验很卑微地给我发过消息 求我跟他复合 甚至去过我老家找我 但我始终无动于衷 我躺在床上 脑海中不断重温着刚才的经过 明明是我伤害了他 手机灵响嘛 一串熟悉的号码在屏幕上跃动 我抓起手机 犹豫着按下了接听键 试实验 我跟他分手后 就删掉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 圆圆 我明天还有工作 就先回去了 你早点休息 我们的拍摄地点 是在一个很偏僻的小县城 好 你开车慢点 我刻意保持着 前女友应有的冷漠 嗯 直到现在 实验都不知道我 为什么要和他分手 那是个雨天 我冒着小雨独自回家 那时候我们已经同居了 我在玄关处换鞋 刚想开口叫实验 就听见有女生从屋内传来 第六感告诉我要保持安静 我轻手轻脚地走了过去 实验在书房 旁边坐着一个女人 女人大概四十多岁 保养得很好 我在实验的照片上见过 是她的母亲 妈 我说了 我不会出国的 您再劝我也没用 实验的语气很坚定 出国 这是她从没跟我提过 阿燕 我和你爸还有你妹妹都在国外 出国不仅有利于你的发展 跟我们也好团聚 实验依然没有改变她的想法 妈 我说了我不去 是因为那个女孩子吧 你出国深造回来 还是可以跟她在一起的 再说了 国外多的是漂亮女孩 妈 我匆忙离开了实验家 其余实验而言 出国深造 对她来说 肯定是好事 也许是那时候 想法比较幼稚 也许是看多了烂俗的 伤感言情剧 我一心想报答实验对我的好 做了个感动自己的愚蠢的决定 我主动离开了实验 我想的是 这样实验就可以安心出国了吧 但我没能想到 实验对我的感情如此之深 她毅然放弃了出国的机会 只为了能挽回这段感情 我曾以为我这辈子 都不会再见到实验 果然是刚毕业的学生啊 想法太幼稚了 想起那个可笑的决定 我不知该笑还是哭 亲手毁掉了实验 本该走上的道路 我没脸再和她见面 也不敢向她坦白 我不知道的是 不管是三年前还是现在 实验都只想着跟我复合 从没想过质问我走的理由 第二天 那场因为实验而匆匆收尾的吻戏 还是不拍了 中场休息的时候 我和时扰坐在一起吃小龙虾 扰扰 这嗲声嗲气的声音来自女三号 吴静书 吴静书一直看我和时扰不顺眼 他自视清高 自认为演技比我和时扰都好 却只演了个女三号 很是不服气 不知我呆住了 时扰也呆住了 吴静书平时对我俩白眼相像 今天突然跟时扰套进屋 还叫这么亲密的称呼 吴静书挤开 我坐在时扰旁边 你们在吃小龙虾呀 扰扰 我帮你包可 他戴上一次性手套 自顾自地包起了小龙虾 他突如其来的热情 让时扰有点不知所措 怎么 怎么了 吴姐 吴静书今年二十八了 比我还大一岁 哎呀 叫我静书就行 我和时扰对视野 用眼神给他传递信息 黄鼠狼给鸡拜年 没安好心 时扰立刻就读懂了我的眼神 扰扰 昨天来的时总是你哥哥吧 原来是为了打听实验啊 啊 对啊 时扰早已看穿了他的心思 却还要装作不知道的样子 配合他 那 你哥 有没有女朋友啊 吴静书边问边故作扭尼的笑着 没有啊 时扰偷偷翻了个白眼 啊 是吗 吴静书捏着嗓子说道 脸上一副小女人似的娇笑 说实话 吴静书长得乍一看是挺漂亮 但仔细看 他颧骨高 嘴唇薄 显得很是刻骨 饶饶 你觉得我怎么样 吴静书这一句话 把时扰问梦了 在一边旁听的 我也愣在了原地 怎么 你喜欢的不是实验 是时扰 啊 挺好的呀 时扰不愧是电影学院高材生 这演技说来就来 我觉得时总好像对我有意思 吴静书头埋得更低了 脸更红了 扑吃 旁边目睹全程的孙霄 已经忍不住笑了出来 时扰瞪了他一眼 孙霄立马收起了笑容 我哥 喜欢你 你从哪看出来的 时扰试探性地问 不时地和我交换一次 啊 就是 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 时总看了我好几眼 还有 时总昨天晚上 撞到了我的肩膀 还为了我的名字 我和时扰又对视野 就这 还有 你们没觉得 时总昨天是专程来看我的吗 这句话 差点把我们的吓了惊掉 吴静书看出了 我们眼里的迷惑 斩钉结舔来了剧 反正时总他肯定 对我有意思 许是怕我们再多问什么 他起身急匆匆地走了 八十饶你动我干什么呀 你们不觉得 他很普兴女吗 孙霄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还是总喜欢他 时总喜欢的 明明是圆圆姐这款 他可比我们圆圆姐 差远了不是 就是 有我在 他休想撬动 圆圆姐的地位 时扰也为我打抱不平 只有我在原地 一阵迷茫 你们到底 挠不了一些什么 瞎说什么 八字没一撇的事 时扰好奇地望着我 我看见他的八卦之心 在熊熊燃烧 圆圆姐 你到底还喜不喜欢我哥呀 当然喜欢 时总人帅又多惊 圆圆姐肯定对他旧情难忘 我还没回答 孙霄一脸花痴相替我回答了 你喜欢实验 你跟他谈 我这句话一说出来 孙霄立马进了声 圆圆姐 我哥一直没能放下你 如果你没有喜欢的人 考虑考虑我哥 时扰走之前 还不忘语重心长地 拍了拍我的剑 你们倒是替我安排好了 再次见到实验 是一个月后了 归路的拍摄接近尾声 预计杀青那天 正好是春节 所以就把杀青燃定在了今天 实验一大早就来了剧组 他是来参加杀青燃的 怎么说他也是投资方 今天没有吴静说的戏 张导本来给他放了假 晚上来参加杀青燃就行了 但他听说实验会来 特意来得很早 还化了裙装 穿了吊带裙 零下15度 穿吊带 真有他的 为了我哥还真是拼了 身体都不要了 时扰忍不住向我吐槽 但我在实验身边待了一年 各种阴阴艳艳 见了不知多少 吴静叔这种 太嫩了 实验刚下车 吴静叔就立马跑了上去 时总 吴静叔故作腼腆 还撩了撩尔发 实验一脸茫然 努力思考着 眼前的女人是何方神圣 吴静叔 见实验不记得她了 还填不知耻 主动介绍起自己 我是吴静叔啊 这不细的女三号 您上次还问过我的名字 实验似乎还是没记起 挠着头 我些尴尬地说了句 你好 吴静叔明显有些失落 但当着我和时扰的面 不好表现出来 只好故作娇羞的眼嘴 小跑到我们身边 实验也朝我们走过来 哥 时扰轻轻打了个招呼 我别过脸去没看她 江源 石总来了 你怎么不知道打招呼 吴静叔用手杠了杠我 故意压低声音说 不知道还以为我们关系很好吗 石总 不好意思 江源大大咧咧咧惯了 吴静叔自作聪明 向实验解释 没事 他一直就这样 我理解 实验这句话 把吴静叔听得一愣一愣的 石总来了呀 快静静 张导在里面等你 在这个接骨眼上 编剧及时现身 把实验叫走了 江源 你和石总认识 吴静叔的语气咄咄逼人 不知道的以为 他是实验女朋友呢 嗯 认识 我不想理他 更不想让他知道我和石燕的关系 认识归认识 石总这么优秀 我劝你 最好别打什么歪主意 他说完还瞪了我一眼 甩甩胳膊 抱着手走了 不是 这女的 真把自己当我哥的女朋友了 石老冲着吴静叔的背影 翻了好几个白眼 我哥要是看上他 我笑他一辈子 他可能觉得 石燕对他不一样了 我在大学时 也遇到过这种女生 对方不过 碰巧叫了她的名字 他就觉得 人家对他有意思 开始死缠烂打 这种女生 一般内心比较空虚 说难听的 叫缺爱 九十燕走到哪里 吴静叔就跟到哪里 石总 吴静叔总是有意无意 往石燕身上蹭 这些举动 让石燕那么不拘小节的人 也皱了眉 吴小姐 请自重 说完还往旁边挪了一步 吴静叔有些尴尬 但这并不妨碍他继续装 石总 我有些冷 他捂着额头 娇撑着倒下石燕 孙霄眼疾手快 一把扶住了他 静叔姐 小心线 孙霄故作体贴 温柔地看向吴静叔 吴静叔现在心里一定恨死碎消了 但他还是要娇滴滴地说谢谢 哥 圆圆姐说他也冷 湿扰冷不丁冒了一句出来 我也没反驳 因为我确实冷 但比吴静叔的吊带裙好太多 我穿了件家人卫衣 冷就回房间 吴静叔的话还没说完 石燕已经走到我身边 把他的外套脱下披在了我身上 怎么穿这么少 看似责备的话 实则充满了对心上人的关怀 吴静叔看得目瞪口呆 他棱住了 谢谢 跟我客气什么 石燕的举动 把我推上了风口浪尖 片场的其他工作人员 都不知道我和石燕的关系 有些东西 不是自己的 还是不要瞎想的好 石燕这句话 阴阳的是谁 我们心里都轻重 吴静叔的脸清一片红一片 自己一个人 跑回了酒店房间 圆圆姐 你带着我哥去附近河边转转 我和孙潇 还有事先走了 石燕先一步 拉着孙潇离开了现场 这两人真的是 石燕走之前 还对我挤眉弄眼 走吧 陪我去转转 我正不知所措 石燕主动开了口 我们拍摄地 是在淮城的边界 一个山清水秀的小县城 我跟着石燕 来了附近的一条河边 早晨的清新空气 让人感到神清气爽 圆圆 上次我跟你说的是 石燕现一步打破了沉浸 我愣住了 最近忙着拍戏 其他东西都抛在了帮后 我还没考虑好 我如实回答道 我看到石燕的嘴角 轻轻抽动了几下 但还是努力掩盖着内心的波澜 石燕 你不想知道我当时为什么和你分手吗 这件事在我心底积压了太久 再不说出来 我怕自己会窒息 圆圆 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和我提分手 我也并不在乎 我觉得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现在你还在我身边 石燕 我觉得你有必要知道 我的语气很坚定 虽然说出来很丢人 嗯 那你说 我把事情从头到尾 给石燕讲了一遍 她听得很认真 说到最后 我带着满脸泪水笑了起来 石燕 你怎么不笑 不好笑吗 圆圆 这从另一方面说明 你还是在意我 石少爷看待问题的方面 果然和我们这些凡人不同 石燕 我还有件事要告诉你 那就说吧 既然你不怪我 那我答应和你和好了 番外一圆圆解 你上热搜了 石饶火急火燎发语音 告诉我 这么急干什么 上热搜不是好事吗 我躺在床上敷着面膜 我点开微博 热搜第一 江源代资镜组 后面跟了一个红色的豹子 我点开看 秦是一个营销号 放了我和石燕 在片场举止亲密的照片 并配文 我朋友在 归录片场工作 照片是他提供给我的 前段时间我就纳闷 江源一个胡咖 演技差烂举多 怎么会出演张导的女姨好 这下我知道了 攀上失踪了 狗屁演技差 老娘演技好的呢 热评 江源长得不就是这种人吗 行 我就当你夸我漂亮了 底下还一堆人赞同 我也觉得是 江源一个胡咖 就只能靠他那张脸 要背景没背景 要演技没演技 只能拼床上功夫了 指不定跟多少人说服 就是好奇时 总量的高领之花 怎么会看上这种 男人不都喜欢这种吗 长得勾人的 古代青楼妻子 就这样啊 这照片一看 就是某些有心人 特意拍摄的角度 圆圆姐 你说是不是吴静叔啊 不是他 吴静叔之后 又来搭过几次实验 后来他应该是自己 也觉得没机会 就没再找茬 而且 吴静叔也不会是这种 暗地里捅刀子的人 他只会表面上耍小聪明 那就是剧组的工作人员了 嗯 实验的微信窗口 弹出来一条消息 圆圆 别去管网上那些评论 我来解决 实验也看到了 我回了就好 让他不要担心 我往下翻 翻到一条帮我说话的 我和实验 江源一个大学的 江源不是实验前女友吗 两人谈过好长一段时间呢 底下也有很多 淮城大学的校友回复 我懒得再看 反正我问心不愧 圆圆姐 你快看微博 又是失扰的语音 她这杂杂乎乎的性子得改改 我又点进去 微博热搜第一 实验官宣 我点进去 第一条at实验 at汤圆的缘 解释一下 不是前女友 是未婚妻 配图是我手上戴着戒指 对着镜头笔的照片 实验的微博 一看就是刚刚注册 刚刚认证的 认证是时光传媒董事长 关注只有我一个 我转发了那条微博 at汤圆的缘 岁岁年年 番外二被提名 最佳女主角那天 我整个人是恍惚的 虽然说 归录的票房很高 高达百亿 但我也只有这一部影片 拿得出什么 圆圆 不管最后是不是你 被提名了 已经证明了你的实力 实验的话 回荡在我耳边 不行 这一刻的我有些飘 我得冷静一下 at汤圆的缘 谢谢大家 没有你们 就没有今天的我 我会继续努力的 老婆终于发微博了 没事老婆 你已经很棒了 多多发自拍 老婆 什么时候和时总结婚 我看见这条评论 回了她 快乐 最后参加颁奖典礼的时候 我知道自己没希望了 归录 已经有了个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奖 时尔还得了个最佳女配角 最佳女主角 是怎么也轮不到我了 果然 最后公布的也不是我 是位前辈 没关系啊 继续在我热爱的路上 闪闪发光 实验视角江源一直以为 我对她是见色起义 但其实不是 在她认识我之前 我已经认识她很久了 开学报道的时候 我就注意到这个姑娘了 第一印象 确实是长得漂亮 但她很好笑 一个人搬了个三个箱子 别人要帮她 她还不肯定 坚持要自己帮我 后来再一次见她 是在图书馆 她坐在那里看书 明显是被室友 拉着一起来的 她看了一会儿睡着了 阳光洒在她的脸上 映照在我的心上 我见过她很多样子 坐在路边吃酸辣粉的样子 世袭不通过 坐在路边哭的样子 而真正喜欢上她 是在校庆典礼上 舞台上的江源 明媚大方 自信热烈 后来的故事 你们都知道了 三年后再见她 她已经落魄到 要自己去接本子 张森导演 要拍纪念她女儿的片子 《归路》 我记得她说过 她女儿喜欢跳舞 我给张导 看了江源跳舞的视频 张导连连夸赞 这就是她要找的女主角 后来在和江源的婚礼上 江源说 我遇到了一个很好的人 她对我很好 好到我想把全世界都给她 可是江源 你就是我的全世界 你就是我的全世界 她本人 从来就给她 闻了一遍 问她的婚礼上